哇操 挖台风了兄弟们 完蛋了 这风扇都坏了 好像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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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风啊 赶紧收衣服 哇靠 收衣服 这个电风扇去年是我捡的 就是有那个顶居 他说这个风扇声音太大了不要了 我捡回来的 用了一年 早几天刮台风 给搞坏掉了 这个东西被打掉了 现在只有四片了 所以我开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像吃了摇头丸一样 看一下行不行啊 可以可以 风还挺大的 又省了几十块钱买电风扇了 大家好 昨天没有更新视频 肯定有人会想 你这小子刚开通货地 是不是飘了 日节也不干了 视频也不更新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昨天我上不去网了 至于为什么上不去网了 有些人应该知道 最近就是 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非常特别 非常敏感 你知道吗 所有的都显示超时 就是没法连接了 连接不上了 三河大神指定用水 两升 两块钱 就是说昨天外网上不去了 其实每一年这个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非常敏感的日子 至于日节 真的不是我不想去干日节 真的没有找到合适的日节 太难搞了 而且我昨天 我的微信被封掉了 不知道被哪个玩八蛋给举报了 昨天下午我的微信突然掉线了 然后重新登录进去就变成这样了 我给我老表发个信息 老表就我 发消息过于频繁 可操后再是 消息发不出去了 应该是被封号了 在深圳 如果你的微信号被封了 可远远比你在香港或者在台湾 比你的赖呀 点书啊 推特啊 被封了 更加严重 因为在微信上面绑定了很多你的生活服务在上面 如果你的微信号被封的话 这些 事情就干不了了 还有就是 基本上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微信上面 如果你微信被封了的话 你就联系不到他们了 基本上现在也很少能保存什么手机号码了 所以啊 微信 确实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 我这个色孔本来在深圳朋友就少 现在把微信还给封了 我就更加联系不到以前认识的那些人了 如果不拍视频的话 我一天估计说话不会超过20句话 所以我还是希望多多出去做一下日节 多认识一些人 我现在非常怀疑我的微信号是被恶意举报了 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 但是目前我没有查到我的微信是因为违反了什么规则 什么条约 被封号了 这个微信他没有告诉我 我只是想了一下 我在微信也没有干什么 违法乱纪的事情啊 我一不在微信里面屌什么国家政治 二不在微信里面 搞什么诈骗 三又不搞 在微信里面搞什么赌博之类的 是我也不是在微信里面发什么黄色之类的 我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给举报了 搞得我的微信 现在只能看别人发消息 我自己发的消息 别人看不到 发不出去了 现在 其他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就是说现在在深圳找日节的话 不管你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或者是在微信群里面 都会有一些中介发布需求 你要通过微信跟他联系 如果微信都用不了的话 找日节就是更难了 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在微信里面确实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唯一的事情就是 我跟一个小粉红 吵架 吵了一下 他每天都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什么美国今天又枪击了 又临缘够了 什么日本今天又河废水了 或者又什么了 台湾又怎么怎么的 每天发些这样东西 我又说 你又不去日本 又不去美国 又不去台湾 你每天发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思啊 跟他吵了一下 现在微信被封号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兄弟们 我看一下怎么解封微信吧 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在微信里面说话了 特别是那些 特别是有一些群 你知道吧 有一些人钓鱼 他就故意搞一些敏感的话题钓鱼 让你去回回答回答 回答说你一说插嘴了 他就给你举报了 搞得你微信就被疯掉了 真的有一些很坏很坏的人 明明什么都没说 他就 喜欢给你搞这些东西给你举报了 现在微信不能正常使用了 早日节的话更加是难找了 哎 真的难搞啊 兄弟们 不过还好 这次微信不是那种永久分镜还是 有可能解封的 但是我要去看一下怎么解封 如果你的微信号被永久分镜的话 你就 什么功能都用不了了 你只能登录上去看一下 你不能给朋友发消息了 你朋友圈也用不了了 你的微信支付也用不了了 就这样 如果你被永久分镜的话 你的微信号就彻底废了 你在微信上的那些朋友 你就永远都点系不到他们了 这样是最难过的 因为我这个微信号用了有 19年申请的 也有好多年了 从来都没有被人举报过 就最近频繁被人举报 其实昨天晚上我还是反思了一下 我觉得在网上啊 在微信里面啊 你跟那种不熟的人 千万不要跟他怎么讨论来讨论去的了 他指不定就躲在一个什么角落 就把你给举报了 真的在简体中文这个环境下 每个人都要谨言盛行 真的没有一点自我审查的意思的话 你的号很容易就没有了 我可以说我的自我审查意识 比98%的人都要高 但是还是被 最近频繁被举报 我不知道我的微信号 还会不会被继续举报 现在去拿个快递 顺便吃个饭吧 现在天气太热了 没什么胃口 随便吃点吧 3556 356 这顶居买的 他都懒得下来了 太热了 直接拿 帮他拿了 再去吃个 饭吧 吃个挂币饭吧 就这里啊 这家沙县倒闭了 关门了 也不说倒闭了吧 应该这房租太高 搬走了 今天吃这个吧 8块钱的套餐 老板 老板 帮我打包一个 打包 啊 我一直都是啊 我这里吃一点 那里吃一点 我要一个苦瓜 苦瓜 苦瓜 还有一个西兰花吧 对 还有一个 豆角吧 豆角 对 微信收款 告示警戒 来吧 点点 你还搞不见 你来了 来找点现金 来 我是经常用现金的 哈哈哈 支付 有的时候手机没支付不了 可以了 哇 你买这么多 拿一个就够了 回来吃饭 我都忘了买了个啥了 看一下 那种便宜的吧 买了一个眼罩 一个 耳塞 最近睡眠不怎么好啊 我住在这个马路边 以前经常会比较吵一点 但是最近没什么感觉了 最近都睡得比较晚 基本上12年多 一点多才睡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管用 哎 不说了 先吃饭了 8块钱的挂逼大鹅饭 不错 全是寿散 西兰花 有豆角 还有苦瓜 我觉得挺不错的了 干饭了 干饭了 这三个菜都是绿色的 多吃西兰花好 夏天多吃苦瓜也挺好的 好喝 吃 吃 减肥的人都喜欢吃西兰花 这个水煮西兰花我觉得比我做的好吃 还挺不错的 这个苦瓜很有苦瓜味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